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艺人拍戏走秀演唱 这很多的工作需要 全身上下重要部位都有头保的 您听过有几个部位的呢 哪一些部位呢 那么有人搜集演艺圈的艺人的头保的价码 那么头保的部位甚至真的千奇百怪了 比方说有眼睛的啊 有声带 脸蛋不稀奇 但是有双腿 再到胸部啊 臀部什么都有 甚至据说连生殖器官都有 搞出罗志祥卖力开唱 两眼不断放电 有王指出 罗志祥想在这对迷人的电影上 砸重金 投保三亿元保单 而小天后蔡依林因为时常练舞 在演唱会上挑战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经纪公司也替她的双腿 投保五千三百万 艺人因为工作需要 投保身体的重点部位花招百出 有网友在网路上精选一元保单的大揭秘 第一名模林志玲 34C的美胸 在她担任模特儿期间投保了百万元 但因为日前大连坠马事件 让公司紧急为她加保到四千四百万元 帅气的金城武则是因为拍摄广告 替帅脸投保了1.1亿 而布老偶像刘德华则在拍摄变连戏码时 替自己投保了1.3亿 但男星投保最高额的是谢霆锋 他在美国拍摄动作戏时 剧组替他全身投保了2.6亿的高额意外贤 不过最特别的是何润东 因为拍戏起码 父母担心会影响他的生育能力 竟然替他的下半身 投保四千四百万的意外贤 和智莉姐姐的美胸一样贵气 关键新闻 陈师傭台北报道 好 这个艺人要投保的部位真的是千奇百怪了 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资深的影剧记者盛梅 盛梅刚刚讲到这个金城武 我就想到最近都看到他的这个广告片频频在曝光 他代言的这个应该是饮料 那之前其实他有拍过这个保养品 那那时候呢 其实因为他的这个脸 必须要接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灯照 那你知道其实那通常都会比较伤皮肤 所以他也非常的宝贝他的这个肌肤 因此就率先有投保 那时候看到这个金额已经是折合台币 1亿以上了 非常高的一个金额 那想想看还有像很多其他的一些艺人 动辄都是投保上艺员的对不对 对 而且我想先说明一下 他们这个投保的金额只是金额这样子 投保金额 但实际上付的费用没有那么高 而且基本上都是厂商帮他们投保 你刚刚提到我先讲金城武好了 为什么这个脸蛋的部分 是因为我 据我知道大概有将近三年 他都帮一个外国的品牌 做这个所谓的保养品的代言人 所以我们刚提到 通常投保的部位都是他身材的工具 而且是重点的部位 他担心万一拍戏受伤了 对 刚刚翟神在旁边就私下在问 说何润东他干嘛要保这个生殖器官 这个部位实在是不解 因为不觉得是什么身材工具 可是何润东我知道的是 他有代言这个男性的内裤 不是内衣是内裤 那所以他那个名称 有没有 他那个部位的名称是因为代言内裤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那是他的身材工具 那为什么用4400万这么高的金额去 就是投保 是因为他后来他代言了这一个产品之后 他要去拍戏 那拍戏过程要骑马 那担心在骑马过程当中 会伤了他这个重点部位 所以担心这个重点部位 到时候会影响他那个产品 我们现在讲这个投保的问题 主要是在商品的部分 就比方说像林志玲也好 或其他的艺人 今天也提到像刘德华的脸蛋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你看像九令的双腿的部分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他的双腿 因为他在很多广告里面 都有秀他的美腿 有没有 但是他常常在演唱会上要掉钢丝啊 或者是做那个鞍马的动作 其实是非常高危险的 所以厂商会希望就是在这个部分能够帮他投保 但我要强调 那如果他没有伤到腿 比方伤到腰了 那不就是白投保一场 这就变得是一个保险的细节了 但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台湾的艺人 保这些部位的不多 不多 请他们把保单拿出来看一下好吗 因为基本上我相信宣传的成分 大于实际保险的成分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戳破了这个大家的迷思 为什么 他就是要强调说我的这个眼睛值多少 我的这张脸值多少 但是你有看过厂商真的把那个保单拿出来说 我真的帮你保了这个吗 更何况保这个所谓的部位身体的部位 在目前为止应该还有一些争议吗 国内这样的险其实不多 所以一般来说我觉得多半就是厂商请你来代言 那我就特别强调说 避免他受伤事我特别帮他保了美腿 或他的美臀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观众看到广告的时候 去注意到那个臀的部位 你看这很重要很值钱 他那个部位就值得一亿多 可是这个观点其实在好莱坞比较盛行 台湾比较没有那么的普遍 感觉像是从国外学来的 而且他台湾的话是好像多半还是经纪公司在支付这个保险 对或者是炒作这个议题 对或者是炒作这个话题 那麦麦你对 我就先补充了 一红请说 其实就是就算国外 我看真能把保单拿出来也不多 因为这种跟保险这种原则是有点违背的 什么叫保险 就是很多人出钱 然后有人发生危险的时候 把大家的保费来赔给他 对对对对不对 那你一个眼睛值一亿的 有几个人就一个人去投保 那出了险什么 出险要赔 什么情况下要赔 你视力模糊的要赔 还是沙子吹进去要赔 还是眼睛被挖掉要赔 对 这个这个 比如保眉腿好了 保那一双眉腿好了 那眉腿是胖的要赔 还是瘦的要赔 还是断的要赔 还是磕的有一个霸恒要赔 他赔了你赔了 怎么赔法 怎么认定 怎么认定 怎么认定你这个出险嘛 是不是 那你说保我的嗓子 我的歌声很好 我嗓子 对 你是唱不出声音来要赔 还是那个 你个高音唱不上去要赔 还是这个 四妹讲的没错 吹牛的比较多 因为这种东西 不可能保险就是 大家出保费 来有出险的人 大家来投给他 这个保费也很难计算 你知道吗 我保一亿 我要缴多少保费 对啊 我去投保的时候 我这羊腿如果断了 你要赔我一亿 那我要缴多少保费 那你如果说我 这个也其实用意外险 或伤害保险 就可以保了 我一般的 我如果林志玲起码 跌了赔他多少钱 他搞不好有保意外险 或者伤害保险 那个保费算得出来 因为很多人一起投保 对对对 那你住院啊 你受伤啊 因为你缴的保费很多 所以他赔你就赔很多 对对对对 好 这个翊宏我也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他刚刚讲到 就是这个伤害险 其实就台湾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险种 有这个险种 就中央产险公司 那么他们其实一开始呢 他们就是归类在 所谓的伤害险 那后来呢 其实就是比照 所谓的意外险在办理 没有错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什么险种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意外险了 那只是问题是 这样子的保单 说真的好像不太多 国外稀奇古怪的这种保单 听起来好像就比较多一点点 这个慢慢你对于 这个好莱坞演艺圈 比较了解 那我们印象当中 比较深刻的 好像就是什么 Mariah Carey啊 这个好像都是 保他的这个美腿 还有像翘臀针 翘臀针是全身都有保的啦 比方说他这个翘臀 当然是出了名的 还有包括他的腿 还有他的脸 然后还有他的胸 但是呢 哈不浪浪这个全身加起来 这翘臀针有高达10亿哦 哇这听起来真是让人折舌 你猜一下 其实这种保险 在台湾真的是比较少见 但在欧美 尤其好莱坞 那边是有的 他有某一些保险公司 针对这些明星 因为他们的影视产业 是很发达的 他的演员跟歌星啊很多 所以他有一些保险公司 特别针对这种族群 来做保险 那当然这种保费 绝对不低的 翘臀针这种 你看他10亿美金的保险 费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不可能说你来保一下 然后你自己就把你的东西弄坏 我就要赔你钱 不可能嘛 其实我知道这种观念 从成龙大哥那边开始的 大家如果记得 成龙大哥以前他强调 就是他什么动作 都是自己亲身上阵 绝不用替身 不用替身 后来一到好莱坞之后 怎么就开始就有人戳破 他说大哥用替身啊什么的 他后来就有讲说 他其实是很为难 因为好莱坞不准他亲自上阵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每个电影都要投保 那保险公司我刚刚讲了 他不可能让你自己那边 就是投保了摔一摔我在赔你钱 不可能的 所以他对你的要求非常严格 什么戏什么戏 你绝对要用替身 你成龙不能够自己打 一定要用替身 否则你就不能投保 所以就说从他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你要投保什么翘臀 贝克汉要投保足球 他可不是让你自己在那边 腿自己在那边乱用 乱七 受伤我就赔你钱 他有很多的那个保单的细节很严格 不是我们想象中 只是这样讲一讲这个名词 就投多少钱 他有任何合约规定 还有你在什么样情况下 譬如说贝克汉的意思 你怎么打 打多少场 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他们一定合约要写得非常清楚的 而且其实我听到的 就是好莱坞的女星们 不是说只有现在的女明星才在保 像以前玛丽莲梦露就有保 什么还有Betty Davis 这种很早期的这个女演员 什么都有在保的 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 他们好先进哦 对 他们这一块是比较先进 因为他们的影视工业 是比较先进跟发达的 所以他顾及到 因为在美国那个好莱坞的环境 他们对于这些从业人员的保险 或者工会是非常重视的 好 翟神我们其实看这个保险 保险这个类别 我们刚刚有稍微聊一下 可是呢 说真的 不是只有演艺圈的人 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保险 就重点就是要抓紧什么呢 生财工具 因为我们看到像资料 比方说 瓶酒师去保什么 鼻子也保险 说可以买800万元的保单 就只是为了要保护他的鼻子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保险的条文 规定说这个知名的瓶酒师 比方不能参加冬季运动啦 还有你不能去 在火灾呼吸 拳击运动不能参加 然后呢 还不可以做 飞刀投掷运动员的选手啦 反正他就是有一些规范 一定要你遵守 那此外呢 足球明星刚刚有讲了 卖卖也有讲了 花1.44亿美元 去可以保一双脚 这是西班牙的这个足球明星 另外还有什么咖啡品尝师 哇 花1400万美元的保单 去保舌头的 很多很奇怪的 还有吉他手是 花100多万美元去保什么 你知道吗 保中指 哇 那都不可以随便比来骂人 然后再砍掉就糟糕了 没有我其实先补一个 跟影剧圈相关的小故事 因为其实好莱坞真的 他们的保险准备非常复杂 甚至包含了一个 电影准时拍摄完成的 这种时效显 那我个人是科幻迷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当年《魔鬼终于者4》 在拍的时候 这个Christine Bell 就是现在演蝙蝠侠这一位 那时候还被流出一个片段 就是她在片场乱发脾气 骂导演 骂这个临时演员 骂灯光师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流出来 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她这一段 这个就摄影师那时候 还在开机 所拍下来的东西 得要交给保险公司 证明说我今天延迟拍这个戏 不是因为我的制作公司的问题 是因为演员乱发脾气 不配合 所以如果我到时候delay了 你得要陪我制作公司 不是因为我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保险 已经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确实在很多地方 有很多复杂的计算公式 我今天出门之前 还特别问了一下 我以前的学生 他现在在做保险业 我说那我们看到这么多新闻 台湾现在有没有真的针对 所谓的名人的不危险 他说之前其实曾经有一家公司 曾经推出过 还造了一些新闻 结果你现在在到 这个经管会网站上去查 你会发现他说 由于本部位保险 在台湾的需求量 其实不高 所以本产品已经停售 那我觉得真的 就像刚刚盛美姐提到的 很多时候台湾的 现在如果你真的要保 这个类型的险的话 大部分保险公司是说 你就跟我保意外险 那但是我也问说好 那这个确实很难计算 保费要多少啊 比如说你要找千分之一 或者是万分之一 那结果你去问保险公司说 能不能出一个计算价吗 他说不行 对不起我们都是专案处理 如果你要保这类型的险的话 请跟我们详细讨论 我们来帮你算出一个 你的风险跟保费 合理的保费之间的计算方式 哦好 那回回来盛美 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演艺圈 那么像刚才我们除了提到的 金城武 金城武那个保险的金额 就有一亿以上 一亿多 另外我也看到呢 像是这个张学友 张学友大家还记得吗 他曾经演出过雪狼狐 这一出非常经典 会计人口的舞台剧 那他呢也是有保险 那个保险金额更高了 因为呢 竟然是算起来的话 有两亿多元 要确保他在当时的演出的安全 此外呢 像刚刚这个易鸿就讲了 他说你要保这个嗓子的险 那你要怎么保呢 怎么去认定呢 他觉得这个里面会是有一些争议 有一些模糊地带的 但是呢 就是有人保嗓子 就是谁呢 就是南韩的这个 非常知名的男歌手Rain 而Rain呢 他是非常注意他的这个声音 所以他呢 光是这个演出声音保险 是普通的演出的话 高达多少 100亿韩元 大概折合呢 台币大概也有3亿多元了 哇这个听起来 这个金额就更吓人了 盛梅 这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宣传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要分两类 刚提到有些什么女人的 什么胸部啊 或腿啊 或臀啊 有些真的我认为就只是宣传 但你刚刚提到像雪狼狐这部分 我可以补充就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采访这个新闻 是雪友那个时候的声音状况 非常不好 然后他在台湾有连续几场 我记得有一场的前一天 他整个是倒嗓了 麦麦我记得没有错嘛 他声音出不来 没有 在取消之前 他要唱的时候的声音 已经状况不好 那我们那个时候 狗仔队还拍到他要演出的当天 他去立刻打了针 那个有点像泪固唇 因为很多艺人会打 因为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已经撑不住了 那我相信这个治疗过程 应该属于保费的一部分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 整个他处理他嗓子的问题 因为嗓子真的非常重要 你如果过度的劳累 像陈奕迅前一阵子的 那个演唱会状况 也不是很好 那有些制作单位 或经纪公司 他们觉得这个部分 他的保险的方式 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在事后的理赔 是你整个维护的过程 那些费用也算进去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原因 他要保护他的嗓子之类的 那我要做一些营养的调配 我要去看医生之类的 这应该都在他的保费当中 都会做一些处理 这是会去做一个保护 但我想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觉得 为什么刚刚其实 翟神也提到说 台湾对这个局部保险 或保护的观念 比较缺乏 我记得那个时候 狗仔队有拍到郭红志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贝 这个头首 他从美国回来休假 然后我们就去拍他 他去钓虾 钓虾场钓虾 跟朋友去钓虾 然后他钓了一条鱼 那个钓虾场也有鱼 那个鱼就是钓出来之后 钓在鱼池嘛 那鱼是旁边 那鱼是不是会翻 在地上翻滚 对 他其他的朋友 会下下蹲下去用手捞 那郭红志就这样子 就看着那个鱼 那后来我们这个照片回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第一动作 应该会去摸那个鱼 他说不对 因为他们在美国 应该训练得很精准了 不可以碰 因为手受伤化不得了 可是台湾其实 没有这个观念 手是很重要 对他来说 所以即使他去玩掉一下 或做一些休闲活动 那绝对不能伤到他 这个这辈子都要 依赖的这个工具 我觉得这个观念 要慢慢推广 好 所以这个身材的工具 要保护 要靠什么样的方式 那就是巨额的保险 所以也难怪 有网友就说 哇 有钱人真好 要投保什么险 都办得到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谈 其他的话题 我来说 我来说